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十方一切钟钟声 nikJa 扬声音许记无许 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空得尽随形 释放所有时间的最终成就不提着 我竟一起借全情专与无声量发乱 祝福若遇失灭盼 我细致成了全情 未月就注着春节 离了一切诸众生 所有礼赞共养父亲佛诸诗转发乱 随喜参悔诸山根 回向众生寄佛等 请大家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药师流离光如来 南无药师流离光如来 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诸尊菩萨摩尔佛 摩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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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地基主 诸尔佛 借地基主公得 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限世者 消灾严寿 无病无苦 富贵自在 同诚佛道 愿往生排位 三徒苦友情 同享功德 同身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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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请放掌 阿弥陀佛 站在大乘佛教 他的一切思想 骗其一切众生 念一下 当愿众生 皆得归一三宝 受辞戒律 常行不失 那我想就像刚刚各位在 做甘露诗时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状态 各位在念要诗以轨 因为那个时候 你稍微专心 你就忘了 世间的纷纷牢牢 暂时得到自在 那我们念的目的呢 念甘露诗时宜鬼 就是希望这些破地狱 普照请这些恶鬼啊 甚至这些死亡动物啊 圆心在主啊 都能够来临法会 同享功德 先布施给他暂时的快乐 甘露啊 水啊 再利益他们 愿他们听闻佛法 往生净土啊 那我想各位 这就是佛教修行的目的 也是今天的主题啊 那叫自在与慈悲 所以说老实说 那各位刚刚在念 我在隔壁念 我就走来走去 一直跟着念 听着我们 藏和法师的声音 所以一直跟着念 那个时候我就专注了 不然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边痛那边痛 很多事情卡在你心里 但是你那时候很专心 那为什么要念 除了我们自己这么平静 然后期望甘露失始 能够立业无量无边众生 药师以轨 能够所有众生 特别是人烈 老人病人 得到药师佛十二大愿 再被赤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最后呢 求生净土 八大菩萨接应 所以我想 这辈子过得平平安安 却广作善事 那临命中的时候 毫无障碍 无病无苦 得生净土 那我想 我刚刚就在想 那如果每个人在 每个世间 都保持这样 无所烦恼的自在 因为我们要专心念 一心为众生而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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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都可以了 你如何保持在那个状态 那就对了 所以修行啊 老实说也不分在家出家 那各位当然都知道 各位现在住在温哥华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富贵自在的地方 天气也好 但是你马上要升起一个心 你想当愿众生 住漂亮的房子 享受很好的阳光 不缺钱 你要把你自己在用的东西 都希望他们也得到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才不会产生一个优越感 什么叫优越感 我比你好哦 这个优越感就是一种骄傲 这个骄傲啊 就会伤害到修行 所以 那虽然你在生病了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很痛苦 当愿众生 脱离病苦 都可以 就是说 你要把你的病苦 转为对众生的慈悲 你要把你的快乐 转为众生都同享快乐 那也是佛教的重点 佛教的重点叫我们消除自我 叫无我的智慧 不要有我值 不要有分别 金刚经说像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没有我的存在 没有人的分别 没有众生的分别 也没有说我要活多久 不执着 离一切像 那你就找到了佛性 极见诸佛 那有分别就痛苦 所以各位要尽力的 让自己 跟所有众生 没有分别 看到狗 我就是一只狗一样 希望这一只狗 的感受我都知道 快乐我都知道 然后呢 我要来照顾这只狗 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 一个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你们为什么要出家 那我跟他回答 我说我是为你出家 我又不认识你 我就要让他问问题 你为什么要为我出家 因为佛陀说啦 你可能就是我爸爸来投胎 你就是我爱的人 我就是希望你永远永远快乐 他说你又不是我爸爸 我说不见得要做你爸爸 就是说你走到哪里 你读书也好 我出家也好 我们的动机呢 就是说所做的一切 不要自私 都是要服务众生去学习 你学英文 你学中文 你学数学 我觉得千万不要为了赚钱 自己的成绩比人家好 比人家优秀 那你这样来读书呢 这样就很痛苦 他说他也这样想 所以各位我这样的意思说 各位有小孩子 下一代 你要把这个真理传达给他 透过你跟他吃饭的时候 透过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像有一次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她在看电视 刚好演到生病的老人 那我就跟我妈说 妈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家 很苦 然后有一次我妈妈在生病 我也跟她说 妈 你才知道 很苦 那我们出家呢 就是不要这个痛苦 因为人生是苦 病是苦 老是苦 死的是苦 所以因为我妈妈老了嘛 她就要面对老病死了 当然你就要用各种方法 叫善巧方便 一方面对她很孝顺 再对她很温柔 那就是希望 她能够接受一点佛法 因为这是我们对她 最报恩的礼物 所以我们今天讲 自在与慈悲 那自在 当然有分说三种自在 念下来 现世的自在 这个叫生活的自在 像各位来文革 就是希望能够有点生活的自在 空气好 社会安定 健康 家庭快乐 小朋友教育好 这个叫生活的自在 第二种自在的 念下 生命的自在 各位要进一步追求生命的自在 因为这个生命 除了有钱健康 房子漂亮 温哥华的房子 我都会问 那一栋多少钱 那一栋多少钱 师父你要买 没有了解行情 知众生苦 也知众生乐 师父这边 四五百万 我马上合掌 水洗功德 这个那么贵 水洗功德 不过刚刚心智跟我说 现在不行了 现在还有个空屋税 哎呀师父 这下累了 有钱也麻烦 我说那没关系 空屋税 他们空了 你就请我们来住 他说这样也不行 要缴税 你们又没有付房租 那还不行 所以 当然了 我们就 水洗这些功德 这个叫 有钱人嘛 国家就要 要你付多一点 付人税 他说话又讲回来 生活自在 进一步要 进入生命自在 有钱 健康 当然现在快乐 但是我们希望 生生世世都不要痛苦 就是脱离轮回 再有钱 难道温哥华不用医院吗 还是要医院 难道我们家里 七百万 盖了房子 不用厕所吗 也要厕所 因为这个身体 还是要上厕所 所以 意思说 人的生命 刚才讲 生老病死轮回 然后有钱还不快乐 为什么 老公怎么没回来 你看 不快乐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小孩子不听话 讨债的 要怨 怨症会苦 怨心在主来投胎的 所以这个世间 生命 不分有钱没钱 都有这个 生老病死的苦 所以从生活的自在 要走入生命的自在 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自在 那最高的自在是什么 来 帮助众生得自在 这就是佛教的 大乘佛教 成为阿弥陀佛 成为释迦摩尼佛 他的目的呢 就要帮助所有众生 得到生活的自在 生命的自在 慈悲度众生的自在 那当然 每个人都要 追求越来越好的层次 但是追求高的层次 不能够离开基本 你有生活的自在 进一步呢 生命的自在 我们不能为自己 反正我不要钱 别人要钱 如果有钱 大家 像我这一次去 西雅图一个老人院 去那边上课两天 里面布置得很好 那我说 这边不错啊 老人来住不错啊 一个月多少钱啊 基本开销 五千块美金 每月包括医疗 如果包括好一点的医疗 算一算 每个月要缴 一万块美金 哇 哇 我很赞叹这些老人有这个福报 更赞叹那些子女 为了他父母来这边住这么孝顺 所以我在电梯就碰到一位96岁台湾来的 然后他女儿也经常在那边陪他 我跟那个老人说 富贵自在 然后呢他跟我笑一笑 然后我说老人啊 多念阿弥陀佛 功德更自在 那边无量寿 无量光 没有生死问题 所以老人已经是有现实的快乐了 但是希望他来世也快乐 所以当然自在有很多种方法 那如果我们出家人 我们不是追求生活 因为出家 他就要追求生命的自在 那生活的自在要怎么做 念下来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慈心不杀身 守五戒 修十善 都布施 所以一个人有福报 布施来的嘛 一个人漂亮 修微笑忍辱共花来的嘛 一个人皮肤漂亮 扫地来的 布施出家人的肥皂毛巾来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局势 把我们安排 我们十几年住两栋房子 我一看 哟 每个房间有一罐什么 炉灰的 什么润肤膏 这个好 植物的呢 没有香料的 这个好 冬天的时候 那是 无论如何 布施毛巾的人 布施让别人皮肤不干燥的人 舒服的人 那这个生生世世 这个行为反作用 你这个因 必定你得到那个果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已经了解因果的人 那就会广修功德 所以各位你这辈子 房子住了很大 那是因为你过去 帮助穷人 或者人家要盖寺庙 你也出钱 人家要盖老人院 免费医院 残障院 你都有布施金钱 让他们硬体很圆满 特别这几天我看报纸 来 法汇功德 会像尼泊尔水灾 找得离苦的乐 那我们战日法师 也正在尼泊 买了很多救济的东西 因为尼泊尔人实在太多 而且他们房子都是碍碍的 水又退不掉 那现在就 问题就来了 所以各位你可以 透过各种管道 然后呢 去帮助这个尼泊尔的水灾 大家念一下 法汇功德 会像日本东京 东京漫画 火灾罹难者 翁阿弘 会像受伤者 赶快恢复 那各位这个你每天都要做 看报纸 特别火灾 死亡了 就赶快让他去净土 还活着 那很痛苦的 那个烧伤 皮肤烧伤 那个医疗很痛苦的 早上看报纸又看到了 来 法汇功德 回像河南一马工厂 爆炸死亡者 受伤者 那你光这个念头 你还加入全世界各地 自古以来 因为各种爆炸 而罹难死亡者 那你就为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要念108声 念1000声都可以 然后你想到他们被爆炸的过程 可能有一些痛苦 断手断脚 乃至被烧伤了 那你跟他念个钥匙咒 钥匙咒念完 希望他放下这个痛苦 应该念往生中 对不对 乃至直接 再给他念阿弥陀佛 那各位 我教各位 一定要经常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报纸 乃至你看电视 就不断地在修行 而且这是一个 真实的社会现象 所以每个地方 都有每个地方的痛苦 那天我们到 美国洛杉矶的军人公墓 哇 大家去那边洒水 做烟共 转动金帆 这样一直绕 绕完以后 我也跟这些军人同志说 放下战争 敌人在你的心里面 征服自己 脱下军袍 恢复百姓 跟我一起打仗 征服自己 往生净土 所以真正的打仗 是和平战事 让所有众生自在 让所有众生解脱轮回苦 鼓励他们 发起这个悲心 所以当然除了不食食物 然后呢 跟他说法 说法 再来就是引导他们 能够走路 跟佛陀学习 佛陀是一个 征服所有生命痛苦的 完全没有对立的 国一国之间还有对立 众生与众生还有对立 宗教与众生还有对立 但是佛法是没有对立的 所以讲到这一点 各位要练习一个习惯 眼睛不要有看不惯的事情 心里不要有抵触的事情 为什么 你讲万法皆平等 万法皆空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看不惯 借这个看不惯来修自在 这个事情我不能接受 借这个不接受来问自己 为什么不接受 那你才能够征服自己 分别心我直 不然你就不自在 有时候你会说 你健康我才快乐 做妈妈的 儿子生病我不能接受 那谁不会生病啊 生病是效业障 所以每个小孩子出生都会生病 但是这是他过去造的业 为主要 但是他每生一次病 他就效一次业障 就像小孩子不发烧 就不会成长 轮胎不磨 他就跑不动 生命没有痛苦 就不会开智慧 所以特别行菩萨道 你不去痛苦 你就不知道众生的痛苦 你就生不起大悲心 那我想 这个思想 佛教讲的自在 必须要有智慧 那你必须去思维 当你面对到快乐的境界 不能自私 不能骄傲 当愿众生 同享功德 当你碰到所有的逆境 烦恼 我 你要去想 这个烦恼 逆境 不能接受 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中心的 我执 自私 我认为 这个我的自尊 我的欲望 我的钱 是不能被侵犯的 那你要保护到什么时候 这个身体没有不生病的 什么样的人生病没有痛苦呢 有空性的人 无我的人 他认为身体是臭皮狼 本来就不是我 真正的我是念阿弥陀佛的那个我 佛性 真正的我是慈悲心的时候那个我 就像刚刚各位在念仪轨 那个就是你的佛性 就保持这样 因为我们在念仪轨 没有爱 没有恨 充满一个平静跟慈悲的快乐 那你如何 一直这样保持这样 但是为了要帮你保持这样 那你要有境界让你知道 原来我是贪心的 今天一个帅哥美女来了 想要多看他两眼 我又贪了 你去想一想 这个 为情而苦 你去想 爱和千死浪 苦海万重破 你要爱到什么时候 你要谈恋爱到什么时候 所以如果你用爱去爱你的儿女 你也会很苦 我走得很悲啊 我经常喜欢悲一个计 来对峙一个问题 母年一百岁 长幽巴舍儿 妈妈一百岁都快舍爆了 还在烦恼儿女放不下 那再来怎么办 再来这个妈妈投胎 就是投胎在儿女的儿女 就变成她孙子了 就是这样 就一直轮回 这个爱就是这样 爱跟恨 你恨一个人你也会来投胎 就会来报仇 来讨债 你爱一个人你也会来投胎 那你就没有生命的自在 为了如此 各位要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 但是我爱 我恨 到底是谁在爱 谁在恨 你要分析 一般若波罗密多顾 照见五蕴皆空 到底哪一个是我 所以我想各位都会念心经 但是你念心经 你要用在你的生命上 你读地藏经 你要做地藏菩萨才有缘 而不是说我读完三遍地藏经 是你把地藏菩萨的精神行为 用在你的生活生命上 这个叫念地藏菩萨 你把阿弥陀佛的这种 这种放下悲心四十八大愿 普度众生 念在你心里 表现在佛号 这个叫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一下 念佛不在嘴 参禅不在腿 不是说我双盘啊 师父你有没有看到 我都问他说你心里有没有盘 心里讲你两句你都不爽 你都没有盘坐 抵触了 禅是放下 当然打坐是个助言 但是打坐必须在内心里面完成 念佛是念在我们的心跟愿上面 不是念在嘴巴 所以那当然就是说修行人 念一下一切为心照 我们佛教意义其他任何宗教最大的差别 心创造一切命运 心得到快乐 万法皆在心里面 佛性在心里面 你要快乐与痛苦 如果你内心有贪嗔痴 那你的生命永远三途六道轮回苦 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贪嗔痴 那你生命得自在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不但没有贪嗔痴 转贪嗔痴为慈悲心 智慧 成佛的菩提心 那你的生命走入菩提道的快乐 利益众生的快乐 那所以各位在这边千万记住 不要跟人家比外表 金钱 名望 地位 那很多人说那我就不要爱钱 不要 那就消极了 这变成所谓小秤的修行 我不要贪嗔痴 那我就没有生命的痛苦 大秤的修行呢 什么叫大秤 来 一切为众生 根本没有我好解脱 我本来就是虚幻的空的 离开你 离开花 离开树木 根本没有我的存在 你希望自己快乐 完全来自于给众生给世界快乐 唯有整个世界都像净土 唯有所有众生都成佛 那才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意义 那各位要经常去思维这些道理 所以那就会变成一种利益别人的自在 那所以为了利益别人要怎么办 有钱 健康 漂亮 有力量 口才好 你这些条件都要具足 你不具足这些条件 然后你怎么帮众生 今天早上你家门口有两个流浪和老人 快病死了 连衣服都没得穿 你想帮他 但是你却没有能力 再来 你再给他生事的思考 这些老人到你家门口 一定做过你父母亲人 不然他不会就在你家门口 就像一只流浪狗跑到你家来 跟你家有缘 但是你却没有能力帮助他 所以行菩萨道 各位我们讲大乘佛教就是说 每天不断的去布施 但是呢 跟为了自己有钱不一样 我所有的布施 是为了利益众生 结果呢 你等得到更大的布施的资粮 你将来可能会像比尔盖子一样 医院缺钱吗 拨三亿美金去 老人员缺钱吗 拨五亿美金去 但是你自己可能骑个脚踏车 想过什么 很单纯 吃素食 很不素 但是这个有钱 是为了帮助利益众生 所以我的师父才会说 出家人可以完成这个自在 为什么 出家人不能爱钱 好名好利 但是出家人呢 你今天有钱要干嘛 那你要去奉献社会 你讲 以社会为道场 以监狱为道场 以魂牧为道场 反正哪里有痛苦啊 都是你的道场 都是你的责任啊 而不是说 庄严自己 因为我发觉 这个温哥华也是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 各种宗教 各种道场 各位啊应付不暇 像明天六月十九 你可能要跑几个道场 那个师父也慈悲 那个师父慈悲 那边拜拜 这边拜拜 但是 有时候 佛教跟其他宗教 是没有分别的才行 佛教真正的道场 是在你内心里面 从道场学到一个空性跟慈悲 那可以了 而不是把自己归属于 我属于哪一个道场 或是我属于哪一个教派 这个危险 我常以为这个危险 比如说你今天肚子痛 去一家医院看完了 你就说 我从老到死我都到那家医院 这个观念是错的 佛法是头痛找头痛的医生 对不对 是你有痛所以你才要那个法 这个法是可以让你断除你的痛苦烦恼的 这个叫法 千万不要 你学得高我也要学得高 你修得好我也要修 你闭关我也要闭关 为什么不能输人家 然后这样去 把修学佛法当做考试 当做成绩 当做功课 当做压力 然后对你没帮助 所以我认为各位 什么叫帮助 你最好问问你的太太先生 你看我修得如何 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不会在那边念念念念念念 抱怨 在那边生气 你看我这样修 事实上父母修得好 儿女就好 你不用教他 你每天叫他不要打电灵玩具 这样 那个不是佛法 佛法是父母的这种 人格 慈悲感化的儿女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没跟你讲话 但是他的相 就够庄严了 那么他的经典里面的心 够让我们尊敬了 我们自动自发的跟他学 我想没有人逼你来成为佛教徒 但是我们被三宝弟子啊 被摩摩法师啊 或是佛菩萨的传记感动了 而愿意自己愿意去皈依三宝 当然 皈依有很多种层次的皈依 有些人说 反正我一定要有一个宗教 皈依 然后 有些 把皈依当作一种依赖 也可以的 这是不究竟 究竟的皈依三宝是什么 等一下 皈依佛 愿法成佛菩提心 那什么意思 我皈依佛了 我就是要成为佛陀 请问佛陀 庄不庄严 身相庄严 雨夜庄严 心庄严 而且利益众生 慈悲庄严 不是单一方面啊 学佛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大学博士 我是专科班 我是这个专科我就很 我就满足了 我是那个专科 学佛是全方位的 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要了解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道教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慈悲乃至我们负责生命责任的 所以要遍一切处的去慈悲 去承担责任 绝对不是我跟你不一样 种种种种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要问问 那么到底自己皈依是皈依什么 如果你皈依还有一种比较性 我修的比你好哦 我这个宗派比你高哦 如何如何 那你还是皈依外在的分别比较 皈依最高的皈依念一下 我有佛性 我可以成佛 帮助所有众生 叫归佛 愿发成佛菩提心 不再自私我直了 不再贪心了 也就是说 你要把那种自私的贪 变成一种奉献的菩提心 这个叫转 转念 归就是转念 转黑暗为光明 就像各位 我现在是个出家人坐在这边 我在33岁以前 归赌博 归酒色财气 归世间的这些 每天我都比别人会玩 会浪费 但是终于有一天 因为我妈妈生病 我有机会看到地藏经 我的观念彻底改变 那我很孝顺我母亲 但是我在外面赚钱 风花雪月 我绑不了我一个生病的妈妈 而且她这么痛苦 我那时候觉得 只要我妈妈好 我命给她都没关系 给我什么钱都没有用 我的想法就变成这样 但是谁能够帮我 我甚至花很多钱 要去塞给医生红包 你用最好的药 最好就让她不要感受痛苦 就不要让她知道 她得什么病这样 所以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我有机会读到地藏经 特别是跪着念 哇 地藏菩萨那么伟大 发这个愿 她妈妈从地狱到可以脱离 她妈本来回到13岁 还要下地狱 她妈妈又来投胎做个卑女 投胎在她家里面 结果阿罗汉跟她说 福度罗汉跟她妈妈说 你的妈妈现在因为你的布施 供养三宝投胎到你家来了 结果这个小孩子一出生 就在那边哭 然后就说我是你妈妈 那个时候 这个光木你还是婆罗汉 你真是我妈妈吗 那你以前做什么 她都如数加征的 知道自己前世的 讲给她听 我以前爱杀死 拿一只鱼 毁棒三宝 下地狱 好在你替我供养三宝 布施 我脱离地狱 但是女儿阿 她还知道 我活到13岁就要死了 死了我继续回地狱阿 那那个时候 光木你马上发愿 我为我母亲发愿 愿我将来能够 广度六道众生 都离苦得乐 不然我不成佛 她发这样的愿去精进 结果她妈妈 13岁 往生以后 直接生无忧国土 后来往生净土 后来成为菩萨 所以各位这个 不用花半毛钱 我看到这几段 我太感动了 我妈妈 还活在人间 她只是得到一个 不过听起来很可怕 遗障癌 所以但是 人家地狱菩萨的妈妈 下地狱都可以改变 所以我也这样发愿 所以甚至发愿出家 学地狱王菩萨 发完愿 我必须再讲一次 三天以后 我妈妈隔天就没有感觉到痛了 三天以后出院 检查 跑到最大医院 别的医院再去检查 没有病 只是一个发言 她就没事了 一直到她往生 没有第二次犯 对我来讲 我把我这个真实的经验 告诉各位 这个跟花钱没关系 学药师佛发愿 学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 学释迦牟尼佛发五百大愿 都可以 因为这个愿 所以我就不会 我改变了 我不会再去贪嗔吃 吃喝瓢赌 赌博钓鱼 因为我已经把我生命奉献给妈妈了 奉献不是我死 是我过去的我 没有了 不算了 现在的我 我已经交给地藏菩萨了 所以各位 这个叫佛力 这个叫大乘的皈依 皈依佛要这样 捏下来 把自己奉献给阿弥陀佛 各位要不要 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吗 你就没有我了 我就按照阿弥陀佛的去做 按照地藏经的去做 所以我 我真的百分之一百 按照地藏经里面去做 不是每天读地藏经 不是不叫你不读地藏经 你知道地藏经的意义 你知道普门品的意义 你去做 这个才是实践 而且不能骗人 所以我就跑到九华山 去拜地藏王菩萨 去了解更多地藏王菩萨的一些故事 他成为我生命学习的对象 就是这样 由地藏法门进了 后来要进入观音法门 后来要进入弥陀法门 后来越懂越多 特别出家了 那出家烦恼无边 所以法门无量 你都要去学 只要能够帮度找众生 我的意思是说各位学什么 教法都可以 不是学给自己的 我要把这本经看完 我要把这本论看完 那看完要干嘛 你是要 你既然知道了就是要去帮助众生 不是你把它看完得到一个成绩 得到一个考试过关或安慰自己 就像有个菩萨说 师父 我拜佛拜完十万拜了 我就问他 我刚刚看到你都没拜我了 还十万拜 拜 拜佛十万拜是要去理敬众生 消除傲慢 把众生都当做你心中的佛 去尊敬众生 消除我慢 也消除身体的业障 身体不会再杀身偷到邪淫 乃至吃肉 身体没有业障 像各位女孩子 你身体还有业障 那个女人长得好看的性感 人家想要干的就叫身体的业障 所以不分男女 你身体有生病 你身体不庄严 所以各位学佛要把标准定高一点 身体要像佛的身体 佛的身体是超越男超越女的 释迦牟尼佛没穿衣服的时候 你看不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叫马因长相 像好庄严 特别今天这样法会 各位要以佛的外相 为你身体学习的衣归 念一下 见即解脱 所以每一个佛的像 各位要多看 看他的眼睛 看他的鼻子 看他的头顶正右旋 佛有三十二像 八十随行好 要背下来 那每一个像跟好 他因地是什么做的 他是过去修什么德 所以得到这样子的像 这个像能够利益众生什么 就像佛陀的白豪像 佛陀这边有一只白色的 一转开来 整个宇宙都在白豪光里面 还有一个想法是 佛陀这个白豪光一抽出来 如果他的妈妈看到 她会从这里面看到无尽的 过去未来的世界 就像一个电脑里面的所有 你看到这个世界 那看到佛陀这个白豪像 灭百千亿劫重罪 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 有时候故意把灯关起来 拜的时候 白豪婉转无须迷 再消除所有世界众生的恶业 所以我想 如果你身上有一根佛陀的头发 每个人都会去拜你了 所以缅甸这个国家 有八根佛陀的头发 所以他们盖了一个大金塔 整个缅甸 这个头发的地方 各位你到缅甸有个山上 有一个塔 上面底下是个石头 以前是空的 现在绳子还可以过去 是吧 那个石头永远不会滚下去 底下以前连攻击都可以过去 但是因为众生业重 慢慢慢慢慢慢 石头就压下来 但是用线还是可以穿过去 因为里面有一根佛陀的头发 就会产生这样子的 不可思议的力量 让老百姓这么虔诚的去尊敬佛陀 佛陀不可思议 所以我很喜欢各位去研究 你现在有电脑很大 佛陀三十二项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要去实践 佛陀的眼睛叫牛王眼 他眼睛的眼眉毛 各位不用带假睫毛了 而且莲花眼 那个眼神没办法形容 所以那你要去研究 那就回光返照 我怎么没有这个像 没这个像 那你要修啊 我跟它差别在哪里啊 那每一个部分跟它差别在哪里啊 那我想归佛 在大乘经典 就是要我们追求佛陀的三十二项 八十随行好 归佛 那当然这也是 各位如果你要修行 如果这个法会没有这张像 那就差太多了 但是透过这像 我们有摄影机直播 全世界 哇 每个人看到 快不快乐啊 快乐 所以各位你也可以在家里 请一张这个 这个电脑刷图很容易的 贴在你家客厅 每天起来拜啊拜啊 啊 啊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传记要看 有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看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这个叫什么 来 归法 对不对 由佛陀的外 而追求佛陀的内 内在的法 智慧与慈悲 而追求佛陀的行为 那叫归身 就是把佛陀的这种行为慈悲 对待众生 你要去实践 那各位这样 这就成为你的生命的皈依 千万不要吧 生命的皈依 就是金钱财产 漂亮有钱感情快乐 那放弃这个太可惜了 你放心 你按照佛陀的教法去生活 那无求自来 如是因如是果 不是你求来的 请问各位 钱是赚来还是福报来的 现在各位学佛 钱是你用心赚来的 还是你福报来的 福报 学佛的人相信因果 这是我的福报 如果各位你认为 住在温哥华 空气很好 房子很大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每一个房子 地方不一样 价钱不一样 个人福报 不一样 所谓福不福报 你看你儿子就知道 搞不好我们生下来 穷的要死 为什么我们儿子生下来 这么有钱 人家全是修的 对不对 你是白手起家的 苦的要命的 拼过来的 结果你死的房子是谁的 儿子的 钱是谁的 儿子的 人家的福报 问题是 你要告诉你儿子 你不再修行福报 享受完 富不过三代 更穷 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 他只有享福的能力 对他来讲也是痛苦 所以这一点我很佩服我爸爸 我爸爸15岁 就离开台湾家乡 到日本去读书工作 到成功回到来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19岁 我爸爸就会说 如果你有能力 离开这个家 不要跟我拿半毛钱 因为我爸爸给我们最多 最好的待遇 我小时候人家小小年纪 我身上都花五千块台币 我年小学一二年纪都花五千块 这不是要用的 我爸爸说 这个五千块你不能用 救人家苦 零钱你尽量用 所以我感谢我爸爸给我一个很正确的观点 帮人的钱不能用 自己要花钱的你可以用 分得很清楚 所以对我来讲 我永远都要 我已经有这个习惯 我身上永远摆着钱 赶快要用 要布施的时候会有钱 要帮人的时候会有钱 这是我的福报 从小我接受了这种教育 所以我想各位谈到这个 当然佛法并不是我们学了好用 而是说你学了佛法以后 如何让你爸爸也信因果 对不对 你学了佛法以后 让你妈妈 太太 先生 儿女 信因果 了解佛法 然后这还不够 远家家户户都是 就像我学佛了 我吃素 我以前做事业 要开会 要交际 要应酬 特别我做的 有一项事业是旅行社 所以我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人 同业的人跟客户 那我学佛才知道 这个对我是个好处 原来我做这个行业 面对这么多人事物 然后我就可以展现一个佛教徒的特色 因为我那时候吃素了 吃素了 以前我都是穿最贵最漂亮的 对不对 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是有钱人 老板 这样 年轻的老板 但是我学佛以后 这些人际关系还在 但是每次他们找我去做什么 我还是参加 变了 每天穿个居士服灰色的 草布鞋 一个小瓶头 身上也不冒烟 只带着香 不抽烟 去哪里都带个便当吃素 喝开水 每个人都跑来 你精神有问题 这样 我的理由我为我妈妈 她不好意思讲我了 我妈妈生病了 所以我为她吃素 这个孝顺 对不对 然后他们看见我变了 以前 以前我是 night tour的tour leader 专门晚上走走走走走 哪里有女人走走走走 这样 赌博跟女人其他都不用这样 但是晚上换我变了 带大家去念佛吃素 所以我认为我讲到前面 人因为懂的佛法 可以让你的人生一百八十度改变 让你快乐 以前我在公司很凶 耀武扬威 但是现在呢 我修行了 我还在公司待了两年 每天帮他们倒茶 帮他们扫地 帮他们擦黑板 黑板没业绩没关系 我写几句佛经 如何发财 如何长得漂亮 大保基金 每天把电视 摆给他们最大的电视 佛典故事 不要去上班没关系 在那边看 中午我请你去吃素 低流的 就是想要让他们学服 所以我认为说我要出家前 如果能够度公司几个人 那就够了 也代表我对他们的弥补 我也跟他们说 这个公司的财产都属于你们的了 所有赚的钱都是你们的了 因为我要出家了 不用再 不跟你们再分这些钱了 但是我只能说 你们能够听一点佛法 这是最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等到我妈妈 这么老了生病了 她也听不下佛法 所以我这么说的意思 归一 一定要让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以前我太太很怕我的 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点凶无情 学佛以后 她打麻将 我倒开水 在后面服务 她买品 我付钱 她吃肉 OK 我吃素 因为我改变了 我没有要求她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我要出家了 我要对你好到几点 然后我才去出家 这样 因为来弥补我对你过去的不好 老实说 我太太怀孕做月子一个月 我两天晚上回家睡 二十八天都在别的家睡 因为我太太不知道 她跟我妈妈在一起 我跟我丈母娘 我丈母娘疼我疼得要死 只要我太太打电话来 不要吵她 她在睡觉 保护我 所以 如果你还没结婚 我看你考虑考虑 这就是男人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学佛了 我就变了 所以佛法可以让一个人 一百八十度改变 而且改变以后 我不再生气了 不再花钱了 我以前是很会花钱的 吃喝嫖赌 特别赌博 但是我现在还在花 但是我现在花的是什么 布施啊 放生啊 我没有一毛钱花到 没有意义的地方 左边来 赶快右边去 右边来 赶快左边去 把钱花光彩 有钱花真快乐 因为用在好地方 特别我都勉强 有时候 知道人家 推广素食便当 救水灾 赶快 赶快 要布施就一万美金 两万美金 我有时候讲完就后悔 这样 上次去不单看他们 佛学没钱 好 我每年供养十万美金 那我们快去 师父 每年呢 你要记得 那每年时间到 他们就 打简讯来 请付钱 这样 他说我年年付 那个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他说我发觉 你只要发善愿 到那个时间 因缘 他就聚集这个钱 OK 所以我已经 透过我出家这 将近三十年 没有一次缺过 我讲的承诺 要付什么钱呢 没有一次缺过 佛法真好 所以当然我讲这些 各位今天有几位菩萨要皈依 那我认为皈依是一种彻底的改变 三宝弟子 你要了 而且你要让你家里的人佩服你 你要让你的朋友佩服你 那是叫皈依 他问你 皈依跟没皈依 请问它在哪里 就像早上有个居士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 我儿子说 他是加拿大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老爸说 你怎么讲这种话 他儿子回答 爸爸你告诉我 中国文化是什么 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讲不出来 所以因为他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这个教育 他讲不出来 所以我想一个三宝弟子 请问三宝弟子 你们是在做什么的 你要借这个 在他交流的生活的 范围内表现给他看 就像我在公司 我在家里 我表现一个三宝弟子的样子 供养三宝 对员工很好 请他们吃素 非常的孝顺 对太太如对皇后一样的恭敬 所以对每个人都好 因为我是三宝弟子 那我要按照佛经规法 来实践这种 不害众生 要帮助众生的方法 因为我读地上经 我读普门品 我读阿弥陀经 公司 公司就是一个净土一样 你要把公司 让每个人都很快乐 那时候就发个愿 公司你们都不要离开啊 来就有福报 不要离开公司啊 想尽办法留他啊 但是话讲回来 没有福报还进不来 对不对 并不是说 今天你要留他 他留下来 他就会留下来 没有福报他自然就离开 但是问题是你要对他好 当然佛教里面的讲话 讲空性规法 什么叫空性 没有对方你就不存在 就像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我们 所以佛教的规法 只有一个观念 来 报众生恩 报世界的恩 每天各位都要感谢太阳 每天各位要感谢空气 每天各位要感谢这些树 我觉得 温哥华还是不一样 我昨天在西雅图 西雅图的树 跟我们温哥华的树 怎么长得不太一样 空气也感觉不一样 那个海也不太一样 原来这个有夜不一样 夜报不一样 就像天道 28层天 第一层天 第二层天 第三层天 这天人的生活环境外表完全不一样 原来叫夜报差别 所以各位那个夜报差别经 你一定要看 六道轮回经 夜报差别经 你都要看 这个很浅很浅 告诉你为什么长寿 为什么短寿 如何如何 那你至少要相信这个 所以 那我们归于法 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法就告诉我们 站在大乘佛教 要不伤害众生 进一步要帮助众生 法告诉我们 离开世界离开众生 没有我的存在 那你要改变观念 彻底的报恩 彻底的对对方好 你骂我 那是在消我的业障 在消除我的我职 而不是在伤害我 再来 那就算 我完全 你根本没有伤害我 但是 意思是说 过去一定我这样子对待你 你才会这样对待我 所以别人对我们不好 那是消业障 别人对我们好 那是在还债 他在报我们的恩 那我们从现在要改变一种 从来不想要对立对方 伤害对方 只想要感恩对方 报恩对方 就像我师父常跟我说 你出家要注意 每天吃饭都要报恩 因为我们出家的人 没有钱 像我要出家 我的师父告诉我 不准带半毛钱 才让你出家 因为我师父很怕 这些有钱人来出家 带了一堆钱来 他就很骄傲 我不需要供养 他就没有报恩的心 他就不用跟信徒感恩微笑 我说我自己有钱 那我师父说 你们要出家 不能带半毛钱来 衣服也不用做 那我师父说 穿条内裤来 他说可以 你就把你便服穿过来 然后你这样出家 这是我的福报 有些道场不一样 你要出家有钱吗 以前传统的比较可怜 你没有很多钱 他不让你住进来 就像我现在去很多地方参加闭关 我就很赞叹这个道场 哇 你们可以让人家闭关 三年三个月 哇 闭关多久 他说没有 每天要缴房租 吃饭多少钱 哇 原来如此 哇 在欧美地区 他闭个关 没钱还不行 我倒不担也一样 他们出家人要闭关 要准备多少 他们准备多少钱 几万块美金 出家人要闭关 没钱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帮他凑钱 那些年轻的出家人 他们想闭关 佛学院毕业哪有半毛钱 一个人闭关 要几万美金 就帮他凑 让他闭关 让他闭关 来累积我们 以后也有修行的福报 这样 原来修行要有福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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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不开 rede y呢 看开藏 但真是的 很多各个玩意 摩员嘻 一块 лет怒 groa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